對,他滿會運用他的招數的 就是明明知道唱慢歌 可能跟鍾采穎不好過招 對,因為他上一週掉到第四名對不對 對 心情很難過啦,對不對 因為上次掉到第四名 所以這次就拿首歌出來 這是哪首歌喔 這首歌不好唱 只是有點難唱 不好唱 對,我看到歌單 我覺得妳是有點這個 一開始我看到那個字幕 我就覺得很多了 對啊 那妳怎麼背 我就一句一句背啊 背課文都沒那麼認真對不對 背課字他反而認真 對 是啊,妳班上幾個人啊 二十六個 二十六個,所以妳都考第二十... 六名 真的假的 有個人啊,我也不知道 妳 還大言不成二十六名 很驕傲,好像第一名一樣 他沒有退步的空間只有進步啊 對 對 妳最喜歡什麼課 音樂 對,音樂 運動也不喜歡 喜歡 國文 不喜歡 數學 不喜歡 英文 不喜歡 那不喜歡上課很痛苦嗎 妳最快的是唱歌的時候對不對 沒有,上音樂課的時候 可是未必他會不會沒出息 但因為他有他的想法 對 妳看到喔,妳聽他講話 會不會含在裡面 不會 這是最重要的 有自信 上週掉到第四名 還好沒有影響妳多大的分數 現在總排名是第二名 今天有沒有信心把他拉到第一名 有 妳覺得妳這首歌可以獲得幾分 應該91吧 91 91 91點幾吧 不是耶,91點多 4 91 我跟妳講,評審 成績都送出去 不會因為妳講這個 他給妳加貨 不會有影響 對 這個穩中求勝 選歌現在會不會瓶頸 會不會碰到困難 選歌 選歌會 越來越少歌了 對 因為他在舞台上太久了 他唱的歌 不下白手了吧 相對越來越少 想定妳是學了越來越多 對 對不對 來,評審來講評 那,薛忠銘老師請 好,子芸 老師好 如果按照妳剛才這麼好的表現 我覺得妳在娛樂圈來講 我覺得妳是非常適合在這個舞台上面的 但是我認為 選歌來講 對妳來講是很好的幫助 第二個,我覺得妳站在舞台上面 妳沒有怕聲 這也是妳很好的優勢 妳唱歌有一種特色 就是很直接 不管要抹腳 所以妳今天選這個歌來做一種比賽 我覺得是適合妳的 再來我就覺得妳今天唱歌很亮 第一句,第一首歌唱 這個唱我就覺得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直接明亮 把這歌帶入這個環境裡面 這是好事的 妳唯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到後面妳還是會小小的搶拍 如果妳喜歡這個舞台上 比如說妳在跺腳步的時候 妳就要注意那個拍子 幫助妳把拍子穩定下來 是對妳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好,接下來請的是王志平老師 紫雲,妳雖然說這個歌越選 越來越難選 說真的,我每一集 我都還滿期待妳的選歌 其實我覺得妳的選歌 很有意思也很有智慧 其實可以讓我們知道 就是說 原來還有這些歌 同樣的 我覺得妳今天選這個歌 我覺得也選得很好 反正就是我每次看妳 就是兩個字,開心 有些人唱歌或是跳舞 其實他有時候他是用記的 所以他不一定 真的是有律動感 那我是覺得妳的肢體 跟妳的歌唱 妳都有節奏感 所以妳都會唱到跟跳到 該有的那個拍子上面 那我覺得很好 那我也繼續期許妳 可以再選到更多 更讓我們驚喜的歌 好不好 好,謝謝老師 她說她會獲得91.4分 對 妳上週是90分 唱到第四名 本週準定的五日獎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至於能不能夠如自己的願 唱到91.4分呢 分數慢慢來到89 小數點開始跑了 我們先來超越90吧 再來 再來嗎 還有沒有,89.9 大大大分數是89.9分 謝謝老師 居然沒有衝到90分耶 對啊 是,有點可惜 可能敢拍還是有扣一點分數 會很失望嗎 還好 還好 至少有進步 妳還是今天三個名字 妳最高的呢 沒有進步啊 上一週上90分耶 但是妳的名字有進步啊 妳第四名 都不用我們安慰他 至少有進步 人家數學不好耶 妳要這樣講 好,對不起 我跟妳講,我不喜歡數學 妳一直考我 對 但是他名字有進步啊 至少下一次 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好不好 今天這三個同學 好像都比上週退步一點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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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